好了,大家好,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個部分了 基礎部分,就是標準 在標準,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是跟背景定義是息息相關的 為甚麼呢?我們試想回我們之前舉的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小明很帥仔 當我們說帥仔,我們會定義是怎樣為美 但當我們定義是怎樣為美的時候 往往都會牽涉到一些標準 例如小明是合乎黃金比例,眼耳口鼻 身形是合乎黃金比例的話 我們都會說他很帥仔 或者是有一定的身高 我們才會說那個人其實也是帥仔 這些標準是用來讓我們去衡量 那件事是對還是不對 但是呢,在一些變題裡面 牽涉到利幣,我們都需要一個標準的衡量 那些利幣過不過到的標準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跳到最底那裡先 就是,例如說,基本法23條立法利多於幣 好了,反方可能幾步 就是說,其實呢,打擊新聞自由 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等 沒有了自由的了 那麼再數少少離處 安撫到北京,有個23條在這裡 那麼呢,但是呢,當我們要衡量利幣標準的時候 我們反方可以訂立一個標準出來 是稍為對自己有利 但是同時都盡量客觀一點 例如,能不能夠推行了23條之後呢 維護到香港所謂賴以成功的自由多元化 那麼我們呢,看起來 其實,保障到新聞自由,結社自由這些 是遠較於安不安撫到北京呢 這些政治因素呢 是在這個標準底下更加重要 所以看到打利幣變態的時候 我們往往都有一個標準呢 來衡量一下雙方哪一些是過到的標準呢 或者是合乎到標準呢 那麼變態應該才成立到呢 那麼,所以我們說,標準要扣著輪點 例如,每個禮拜同時呢 和我定義也有息息相關 那麼,為什麼我認為是一個好的標準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呢 可以宏觀地去考慮到每個持份者 或者是看東西闊一點 我們才有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說給評判聽 我定的標準是純粹幫自己贏的 那麼我們就做了 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 所以我這個就幾個了 這個是要夠遠,夠大,夠闊 考慮到多些持份者 那有些人可能想有道德高地出來的 那或者我們有前後的比較 推行那個方案之前 之後到底有什麼比較 有什麼不同的重義 這些不同的標準 所以我們才要做呢 舉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當我們說 之前打過的影片就是 南北韓統一對東亞發展 尼多於弊 那麼,當我們要定了一個標準 那麼南北韓怎樣統一 才對東亞哪些發展呢 才是所謂利多於弊 例如我們會由東亞地區整個經濟體系 是不是經濟是否好了 來出發呢 其中一個標準 另外,可能政風會說 到底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性 是其中一個標準 因為呢 統一了之後可以去核化了 那麼,諸如此類呢 這些論點呢 都是可以 放到標準裡面 去商討的 所以,要看得夠闊的話 經濟啊 可能民生啊 去到地區和平 或者是韓國可不可以保障自己領土等等 這些呢 其實都可能是一些考慮因素 我們考慮到越多因素的話 評判會覺得是越客觀的 那麼,下面我就純粹舉個例子 就是經濟類我們要看長不長遠 教育我們要看 對學生的教育質素很好 寫福類可能就是考慮 扁提所需要保障的人 是不是得到他們應有的保障等等 那麼呢 我們下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政方呢 我們往往都是說 受眾 受眾的得益呢 為標準的 例如說,TSA我們會考慮學生 關內座 這個辯題 可能我們會考慮 原本有需要 坐關內座的人 得到保障 而政反雙方 其實定立的標準有點不同 政方呢 往往是利用他的實持份者 受益者 去考慮 社會經濟民生 三方面 到底是否利多於弊 或者是應該做呢 那麼我們考慮 反方呢 反方呢 當然是 標準未必是用這些 受眾來做標準 而是政方需要立論到什麼地步呢 才會知道 那麼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們反方主變出來 打關內座這條 可以說 其實政方呢 必須首先輪正給我們提 關內座現在發揮不到 他現有的作用 第二 有其他政方必須提出 取消之後其他方案 可以確保到 有需要的人呢 比起現在 甚至乎呢 是一樣 或者有更多的機會 坐到關內座 第三呢 就是 就算取消了關內座之後呢 和 那些人有沒有被人歧視 網絡欺凌等等呢 這些都是 有直接關係的 諸如此類 那麼我們先知 政方才有機會成立 那麼反方就要提出 一個標準 告訴我們 政方要輪正在哪個地步才會贏 那麼好了 那麼我們簡單講了標準 那麼我們差不多完的了 那麼大家看完最後那個了 我們來看完